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斗战圣夺 涂体祖师却教给了他非凡的功夫 行着这身功夫 他纵横江湖 大闹天功 天界留下威名 那么 他收过徒弟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玉华州 他就叫了一位徒弟 并且还是烧香磕头 行过正式办事礼的 那么 他徒弟学没学到他真本是呢 二在原著第八十八轨 唐僧师徒来到玉华县 县长玉华王有三个孩子 分别是大王子 二王子 三王子 三人均爱五刀弄枪 平时扭叉红红的 听说藏上来了几个藏着奇奇怪怪的取经人 当时就冲出来 想教训他们一顿 结果自然被孙悟空等人捶 三位王子虽然败了 但却败得心服口服 并有了败师之心 老大王自然来当说客 我们都以为孙悟空会一口拒绝 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并转身向唐僧道 告尊师 恕弟子之罪 自当年在两界山盟师父大德就托弟子 并交沙门 一向西来 虽不曾重报诗人 却也曾渡水登山 竭尽心力 既来佛国之乡 姓玉贤王三子 头拜我等 玉学武艺 以继位我等之徒弟 即为我师之徒孙也 谨禀过我师 数号传授 大王子要拜师 二王子三王子也要拜八戒和沙僧为师 所以 八戒和沙僧也转身向唐僧科头道 师父 我等鱼鲁 桌口顿塞 不会说话 望师父高坐法会 也让我两个各招的徒弟耍耍 也是西方路上之一年 唐僧一下从师父升级为师父 自然十分高兴 彤彤答应了 那么 孙悟空的收徒是随便敷衍一下 还是很认真的教论 答案是非常尽心尽力 孙悟空不仅每天认真教授 还念动真言 送动咒语 将仙气吹入他们心腹之中 让他们脱胎换骨 能拿起金箍棒 九屎爬 降腰杖 是不是有种看金庸小说的感觉 即使这样 他们依然拿不动原解 于是 孙悟空让铁匠罩着打一套山寨板 让他们方便舞动 可就这个举动 引来了黄诗经 偷走了三人的兵器 三黄诗经如何偷兵器 我们先不管他 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 孙悟空如此尽力 为何三王子没学到真本事 有人说他们是凡人 所以学得再努力 也只能成为保安 有的说时间还是不够 不像孙悟空学了三年 其实 这些都不准确 因为好多人就是凡人修成仙的 时间虽然不够 但只要掌握了药灵 也可以自己慢慢修 但实际上 这三王子在三界中 就一直没啥名气 真正的原因在哪 有人说 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那里学的是大品天仙诀 这是孙悟空的独家法门 据此法门孙悟空两年便成为高等天仙 孙悟空从开始的太义散仙 天 仙中最低存在混元仪器上方太义金仙混元仪器仙 距离最顶线的混元仙只差一步了 如此重要的法门 孙悟空不会也不敢传给别人 哪怕是他的徒弟 蜗牛认为 孙悟空虽然尽心尽力 但毕竟只叫的是皮毛 他教徒弟是假 显摆本事才是真 正因为他这种好为人师 又没真正受徒 所以引来了黄狮精 九头狮子等一窝狮食同时 第二 孙悟空为何不在花果山选徒受徒 是啊 他如果培养几个中间力量 天兵天将血洗花果山时 他们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其实 暴力同胜差不多 孙悟空有很强的本领不假 但是并不是谁都能成仙的 如果没有仙缘 学那些本事反而引来灾难 即使是孙悟空 菩提祖师也告诫他 必须躲过三灾 不然也会灰飞烟灭 孙悟空尚且如此 其他猴子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只要学了 就会在肚结中被打死 连转世的机会也没有 因此 孙悟空没敢教他们 教三王子 也只敢教表面功夫 这也说明 这世上有些东西 真不是我们想学 就能学到 就能学会的 真的要靠机缘和天赋 既然我们没那个机缘和天赋 对有些行业 就不要恋恋不舍 而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努力去学 最终才能成大器 就像双叉岭的猎户一样 他是一名凡人 妖怪们也怕他